我们前面把脉诊学了 下面我们学习了按诊 什么是按诊 按诊就是医生用他的手指 或者说用他的手掌 来干啥呢 扣机某一个部位 来了解他的冷热 冷的热的 他的皮肤的干燥 还是润滑的 看他的肿块 肿块是软的还是硬的 另外再看他是不是疼痛 再来了解其他的一些异常的一些变化 那么来诊断疾病的 诊断疾病的轻重 他的病变的部位 这一些情况 我们就把它叫做按诊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按诊 那么按诊呀 按诊的意义 我们前面讲了有脉诊的意义呀 舌诊的意义呀 瘟诊的意义呀 等等了 这个按诊的意义呢 主要的是为了进一步来探讨疾病的 他的这个病位 他的病性程度 主要的是为中医诊断和治疗提供 提供很重要的一个依据了 下面对于按诊呢 我们来讲一下按诊的方法 就是按诊的方法 按诊的方法有几种方法呢 有一个促就是有一个促法 那么所谓的这个促法呀 促就是讲到实际上就是说 节促的意思 那么节促呢 就是首先呢 我们说把第二三四五 第五指就是大拇指不算 把这四个指头呢并拢 并拢了以后呢 就检查人啊 全手的或者轻轻的来琢磨一些 他的这个皮肤 你说促哪一块呢 促的是皮肤 这个皮肤的具体的部位呢 比如说有额部 像四肢 以及呢 胸鞋等等 这些皮肤啊 来了解刚才说到的 了解他的寒热 润造等等这一些情况 那么这个方法呢 叫促法 有促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叫促 促摸法 这个摸法呀 就是医生用手掌嘛 或者用手掌的 稍微用点劲 刚才促啊 就是用力要轻 促呢 稍微对他的局部呢 比方说胸腑 这个穴位 肿胀的部位 我们如果来进行一些摸法 来摸一摸它 这种方法呢 叫摸法 第三种方法呢 叫按法 按就是啥呢 用力要重了 用力要重 要按压 所以按法呢 应该在说是按压 就是用力要重 对某一个局部啊 对某一个局部 或者说肿瘤的部位 那么进行一些按压 主要是来了解 肿化的 它的形状 它的大小 质地 它的软硬 光滑度 活动度 像尤其是像一些肿瘤 你要了解它的光滑度呀 或者说它的这个活动的程度 像活动的 比如我们要再说活动度大的 那么一般来说 就是个肿瘤的话 它也是良性肿瘤 如果说活动度比较小 出现年龄的话 那情况不是很好的 就是通过这些呢 来判断 主要是来判断 脏腑的虚实和邪气的 它的这个固接的情况 所以我们把这三种方法 讲到有触法 这个摸法和按法 这个主要的就是指着 他们的用的支力 就是手下面用的力度不一样 醋就是轻轻的切除一下 和就是用力不一样的 你摸到它的这个病变的程度呢 也是不同的 刚才我们说 醋就是轻轻的这个触摸 触摸的是皮肤了 而摸法呢 用力稍微要大一点 一个就是说指的是皮肤 这个主要是指的是皮肤 那么这块呢 就实际上是到了肌肉了 按呢 我们主要是来按的是 按的是筋骨了 来触摸这些筋骨的部位了 就是部位呢 稍微不一样 甚至呢 我们说还有一些腹腔的 就是除了这个筋骨以外 还有腹腔的这个身部 又指两个部位了 腹腔的这个身部部位 我们都是采用的这个按法了 还有第四种方法呢 是扣法 叫扣法 扣法里边呢 有直接扣 这个扣法里边有直接的和间接的扣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呢 这个直接扣击法 和间接的扣击法 直接扣击法呢 我们就是直接的 就在并变的这个部位 用它的第二第三第四指 我们说五指把它并了 来进行一些扣击 比如说 啥叫直接 比方说我们说这个部位疼 这块部位疼 那我就在这敲 上司有的时候说呢 也叫做直敲 叫做这个直接 来进行一些扣击 扣击以后 看他听到的这个声音 主要我们说 咱们这些扣击呢 主要是用耳朵 要听一些声音 甚至我们说 足摸这个按扣啊 这个扣呢 还要接足听他的声音呢 来直接的 我们说进行一些拍塔的部位 这种方法呢 叫这个直接扣 主要的有的时候呢 我们是扣肚子这个水肿 像如果说肚子呢 这里边呢 这腹部啊 上司空的 空的以后 你要扣它的 如果说有浮水 假如说 我这下面有浮水 你这个扣的话 那声音就是个啥声音呢 就是声音比较拙了 声音是拙的 那你扣肠子的话 扣的声音是 比较这个清亮的 这是我们说 讲到的这个扣击法 而我们在临床用的 比较多的是啥方法呢 是这个间接 这个间接扣息 间接扣息 间接扣息里边呢 有两种方法 哪两种方法呢 一种是叫着 全掌扣息法 就是在 在间接扣息法里边 有一个叫着 有一种方法呢 叫着全掌扣息法 全掌扣息 全掌的扣息法 还有第二种方法呢 叫子 子子扣息法 这个我们叫他的 这个全掌扣息法呀 啥叫全掌扣息法呢 那在临床我们用的 也比较多 比方说有人说腰疼 但我这个手呢 背不过来 我把手这样子 就放到腰疼的部位 那这样子敲打 那如果说腰疼的话 我们说就叫 肾虚有扣息疼 肾虚扣息疼的话 这样子一扣 假如我们说 这样子扣 你看拳头之间没有打到腰部 是打在我的啥呢 打在这个手背上 打在手背上 如果说我要感觉到腰痛 那就说明你有 这个肾的兵变 或者说有腰部的肌肉的 肌损的兵变 这是叫做这个 全掌扣息法 所以我再来跟大家比 那个全掌扣息法 就是我先把 右一般来说是把左手 左手呢放在要检查的部位 然后呢我们就这样子 你这样子进行扣 如果说扣了以后呢 这会儿局背觉得不舒服 有疼痛的感 我们就代表了 那可能这个部位呢 就有疾病的产生 给你了一个信号 刚才我们说 主要是最主要的 就是这个腰部了 腰部以后呢 除了考虑局部的腰椎病变以后 我们就一个扣机的腰椎 二一个扣机的 是肾的病变了 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我们说到的 子子扣机法 啥叫子子扣息法呢 所谓的子子扣息法 就是我们把这个手指 实际上是把这个五指的分开 你像比如说 这块是个胸部 我这画一个 这是个胸部 我把手指的要分开 分开的是这样子扣 大家听 你看 注意一下 手要弹回来的 我要弹到我的这个 你看一般来说 是在第二指节 你这样子来进行扣机 这种扣机方法呢 主要是叫做子子扣机法 子子扣机法呢 主要的是用一些胸部的 像胸部的或者说腹部的 这些检查 尤其是过去嘛 检查设备不是很 这个很先进的 过去要查心脏的大小呀 肺部的一些情况 那么还用的是这个 子子扣机法 就是我刚才说到 你在检查子子扣机法 这是一个功底了 子子扣机法 你不能像有的人这样子一弹 弹的手指头要翘起来 有的人就这样子 这是错的 这种情况是错的 就是看你这个手指头啊 我们一般来说是用中指往下扣的 扣的时候呢 要抬起 如果你不抬起 按压在这个局部的话 那是这个错误的扣机法 那你为啥说 这个是算一个错误的扣机法呢 听的声音是不对的 因为你这样子下去后不弹上了 那声音是可能是着声 就是说不要接触到提标 我们要把这个手指呢 要这个提起来 主要的做一些内肩 比方说要扣 看有没有肺炎呀 等等这些 是采用的这个直指扣机法 所以对这里边呢 这个扣机法要大概的 这个了解一下 有这么多的一些方法 这么多的方法里边呢 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来讲一下呢 就简单说一下扣枕的 该要注意的事项 扣枕注意事项呢 跟我们前面讲到的 万文问切脉 有一些地方呢 是很相同的 你说要注意一下这个体位 这个体位啊 对于扣枕法 扣枕法的吧 一般来说是病人是坐到那 或者说是啥呢 病人是两卧位躺到那 就是我们说躺到那 也有一些呢 是左侧位 或者是啥呢 右侧位 就是根据我们要检查的 这个病变的部位 采用这一些这个体位的 态度呢 我们这学了这么多了 态度呢一定要和蔼 给人检查嘛 态度要和蔼 而且呢注意力要集中 第三点的话呢 手法 所以手法里边呢 根据它不同的病变的部位 和病情的情况 我们采用这些方法 有 首先有 触法 摸法 你比如说 病人说发烧呢 发烧我们手 从身上皮肤上一搭 那这叫啥呢 触法 有的人说再摸一摸 那么有摸法 刚才我们说摸 触摸按 它主要是用力不一样 所按到的 这个病灶的 这个 深度是不一样的 这是我们简单的 跟大家来了解一下 按诊的 它的内容和方法 按诊的方法和 它要注意的事项 下面我想来 重点呢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按诊的内容 按诊的内容 这个按诊的内容呢 我主要按哪一些 按诊的内容呢 我们可以按一些胸鞋 你看可以按胸鞋 可以按啥呢 顽腹 你看胸和鞋 顽腹 再下来还可以按肌腹 手足 一项一些书鞋 就是按诊的话呢 我们一共按这几个部位 那么我们把按诊的内容 大家呢 要认真地学 学习这个按诊的内容呀 我想在这说一下 实际上呢 它是对 它是对我们前面讲过的望着 对望着呀 是一个补充 我们说先望 看你的胸铐 前面我们说 看你的胸铐 是不是对称呀 等等 那我们下来呢 就用手要干啥呢 手上要进行足摸 甚至呢 我们说对一些问诊 我们前面问了嘛 一问还让二问汉 三问头身四问便 你还问胸腹了 胸和腹的话 那么收集的一些资料呢 也有可能的不是很完整的 最后呢 我们通过按诊的方法 来把它的内容收集的 更加的完整和充分 下面呢 我们首先呢 就来看一下 往常 这个按 第一个内容呢 我们来按一下 按胸鞋 按胸鞋啊 就是对于前胸 它主要是这里边是 周一说的是 主要是对前胸 或者说是对于哪呢 对于一些邪乐 对于前胸和邪乐 进行这个触摸 进行触摸 刚才我们说这里边 进行触摸和干啥呢 按压 就是对于胸鞋 和前胸邪乐 进行触摸和按压 甚至我们说要进行扣机的 刚才我们说第四种方法 有扣机 扣机方法里边有一个 叫啥呢 有一个直接扣和一个间接扣 那么间接扣里边呢 又有全掌扣和子 子间的这个扣机方法 来了解它的局部和内在 脏腹的病面 了解局部比方 我们说这胸疼 那我这摸一摸 按一按等等 还要了解你这胸 这个胸骨后面 都是有哪一些器官在这呢 所以说可以了解 它内在脏腹的这个变化的 内在脏腹变化呢 在这个胸鞋啊 我们在这里说过 胸鞋呢 究竟是在哪一个部位 大家注意看 胸鞋呢 像这块呢 就叫做雀盆 你看我们说叫做锁骨 这个锁骨 这块有个锁骨 锁骨这儿 这个有个窝 这个窝呢 这块呢叫雀盆 雀盆下面 就从雀盆下面 一直到啥呢 一直到我们的 一直到这个横勒 这个叫做这个横勒基 的胸隔上面的这个部位 就是到雀盆往下走 那么在横格的上面的这个部位 我们把它呢叫做前胸 那么这个地方属于前胸 但是这个部位有谁在这呢 你看有心音 心音呢 又把它叫做啥呢 虚理 你看这块有一个心肩的波动点 我们把它叫做胸银 胸银是在下面的 我说错了 胸银是在下面 胸银啊 虚理啊 甚至我们说呢 还可以勒 下面我们可以摸到啥呢 摸到这个肝和胆 可以影响到肝和胆的这个 了解它的这个情况 那么胆尤其是是讲到的 这个胆 在一肋颜下 十一肋 人的这个肋骨呢 一共有十二条 那么十一十二呢 是自由的 自由状态 在这个状态下 我们可以摸到这个胆的 反应胆囊的这个情况 大家说了以后 还是不太清楚的 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 我们在按胸鞋的时候 主要的是按虚理 按胸部和按邪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想强调一下 按虚理 那么按虚理 什么叫做虚理 什么叫虚理 所谓的这里边说到的 这个虚理啊 实际上就是指的 心间的这个波动点 就是波动点 心间的波动点是在哪呢 人常说这个心啊 是长偏着的 上次心呢 是在我们的锁骨中线 刚才我们说 这块不是有个锁骨吗 锁骨的中间 我们画一个条线 往下垂直 垂直在第五类 第五类间隙 往内再往内这个数 往内是多少呢 往内是有0.5到1公分的 这个地方 那么叫这 这就叫啥呢 心间 比如说像我在这画 那就在心间 这个地方叫心间波动点 这叫心间 它的这个距离呢 距离我们讲到的这个正中线 讲到的正中线 啥叫正中线呢 我们把人体呢 这分为前正中线 和这个后正中线 在我们人体这个正中线 从鼻子 像我们说 从这个硬塘鼻子 口船 这咽呼这不 直接画 直接画一条线 它距离正中线 大概有多少个公分呢 是在7到9公分 7到9公分之间 那么这个地方 是我们讲到的心间的波动点 那么它的具体的这个 直径 就是它那个直径 它这个有一个点 点实际上是一个面 它的这个面积有多大呢 面积也就是2.0到2.5 这个之间 随着我们体型的变化 稍有一些差异 你比如说像一些这个体胖的 体胖的像我这 作为我们的女性来说 那么乳房的下垂 这时候不太容易看到 你平躺到那的话 不太容易看到这个心间的波动点 尤其是对那些宿人 男性那么很容易看到 这个心间的波动点 这是我们谈到了 这个也叫做按这个虚理 按虚理呢 古人呢一直很重视 这个按这个虚理 像在素问平人气象论中就说呀 位置大落 明月虚理 横格落肺 出于左褥下 启动应衣 就是启动它的波动呢 可以表现出我们这衣服呀 都能看得到的 而且呢 它的脉宗器 就是宗器所汇聚的地方 我们在前面讲过新的时候 宗器有啥作用 宗器能够推动 这个血液在脉管内 正常起的运行的作用 所以说诊断虚理 我们来看这个虚理 一般来说呢 可以采用座位 或者说鸯卧位 你要采取的位置的话 坐到那 或者说躺到那 当然我们说躺到那 看的是还是比较清楚的 就是用手呢 我们进行来按压 它的这个心脏的 这个跳动的 主要是来按压 看心脏跳动的情况 如果说按压呢 里边呢 包括看它心脏有没有波动 那肯定呢 我们说 只要你这活着的心脏 肯定是在那波动的 看它有没有波动 另外看它的波动的部位 和范围 我再要看部位 你看有的人惯心病的病人 像我们现在在临床 惯心病高血压病 有几次高血压病 高血压病人的话呢 那么它心脏就会 它的这个中足啊 就会往下偏 甚至我们说 它的心间的波动点啊 可以向左下 将于左下的这个变位 就是看它的部位 还要看它的范围 你像高血压的病人 你要是躺到那以后 它的心脏的波动点的范围 那就大 因为是啥呢 它的心肌的收缩力 是增强的 这是一个 二一个呢 波动的 看它的波动的范围 甚至说波动的强度 还能看到它的波动的节律 如果说心脏 跳动是很有节律的话 我们看它的疏伤啊 跳动也是有节律性的 频率和它的聚散 以及呢 来测支中气的这个强弱 疾病的虚实 所以它通过这能够测 测断它的这个疾病的虚实 如果说中气不足 脉向的就跳动的 就比较这个虚弱 那么在心肩的波动点 心肩的波动点呢 跳动呢 也就是这个比较虚弱 所以说我们来按压 也就是按压虚拟 还能够干啥呢 还能够起到 这个愈后的它的胸结 就是看心脏的这个波动 另外呢 在急症的时候 它的寸口啊 当难以 主要的是在寸口脉 我们前面不是讲了怯疹吗 怯这个寸口脉的话 难以做凭证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诊断虚理呢 是更有临床意义的 在正常的情况下 这个虚理啊 我们要按它的话 你要摸到这儿 你说你找到 你在心肩的波动点 你按它 按它以后呢 就会有感应 就会有感应 会说波动应手的这种感觉 动而不紧 就是动的时候不是很紧 而且呢 滑耳不带 啥叫动儿 跳得不快 也不慢 那么动气聚而不散 节律一致 一息四到五指 那和我们前面讲过的 心律的跳动是一样的 这表明的心气的充胜 或者说中气呢 距于胸中 如果说是在病理情况下 刚才我说 那你这个 虚理的位置发生变化 它有正常的差 呢 有左移 往左移 往右移 当你肺部有病变的话 如果说肺萎缩 那么这边萎缩以后 心脏呢 就会出现啥呢 心脏就会出现前拉 那么就会出现了 右移 还会出现上移 啥叫上移呢 当你的这个心肩的波动点 不是在第五类 而在第四类的时候 在第四类间 这块你能摸得到 那就往上移 往上移肯定是 你肚子里边有东西了 腹腔里边 或者说腹腔的压力增高 腹水 腹腔里有东西后 就把隔肌呢 上提 横隔这时候一上提后 心肩的波动点呢 也就是上移了 也就是说 虚理这个心肩的波动点 就上移 当人体消速的时候 人体消速 或者过于消速 或者说胸腔有病变 它可以心肩的 可以出现 就心肩的虚理啊 可以出现的是 这个下移 所以说呢 它这个上移和下移啊 左移右移啊 都是反映了心脏 或者说胸部 以及腹部的这个病变 如果我们说 按它的这个虚理啊 波动的比较弱 弱而不安 是中气内泄 也可以见到 像临床我们碰到的 像心肌炎的病人 像心肌炎 心胞肌液 心胞肌液的 因为心胞什么 心胞膜是保护心脏的 我们常说 心胞替心受血 心胞有肌液的话 它心肩的波动点呢 是比较虚弱的 如果我们说 动耳 因疑太过 就是叫做 动耳 啥叫做 心肩波动点 太明显了 是中气外泄的 一个表现 那么用手按着它 红大 耳膊 而 这个绝而不应 是属于 微厚的症状 所以为啥说 微厚症 你心肩的波动以后呢 波动的特别的 这个明显 又出现 弹子了 那心脏跳动 就特别的有劲 是说明一个 病情比较危重 此外呢 我们说有的时候 见到这个孕妇 孕妇在胎前产后 她的这个 胎前产后 或者说也有一些 充钱一些虚劳 像一些虚劳的一些病人 那么都可以 这个波动点呢 是比较明显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提高警惕 以防她的这个 促变 如果说呢 她的虚理的波动的慢 还有说迟缓 久病体虚而动肃 这个动肃者 往往的是心阳虚 就是我们说出现了 现在心梗的病 心阳虚衰 所以说虚理的波动 它的急速 急而易止 为中气不输 如果说呢 胸膏而喘 讲到的 这个胸膏 我们胸这 都抬起来了 胸膏而喘 虚理波动 散漫 而出现的时常呢 心肺之气 就是我们说到了 有时候出现了 这个心力衰竭 或者说 这个肺心衰等等 是一种心肺气 觉知征兆了 假如说虚理呢 动高 聚而不散 为热症 你看 啥叫动而不散的话 那波动的很集中 像一些感冒呀 发烧呀 你看它的心肩波动 就相对来说呢 是比较明显 此外呢 像我们说受了惊恐啊 做一些剧烈的运动的话 这时候的 它的虚理呢 是动高的 就是心肩 因为你这时候要运动嘛 心 这个 心细的波动点呢 就相对来说呢 就比较明显了 这些呢 属于正常的 胖人的话呢 那么因为 它的胸臂比较厚 所以说呢 它的虚理的波动 不太明显 一般来说的话 受人呢 相对来说比较明显 当然我们这呢 这是有的时候呢 按虚理要是 凭着经验 凭着经验 所以我们说 大家呢 首先呢 有时候碰到一些 中微的病 我再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你手去上了 把心肩的波动点 它具体的 位置要弄清楚的 就是在我们的 锁骨中线 第五类肩 锁骨中线 第五类肩 响内有 零点五到 一个毫米的 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是属于 心肩的波动点 你看你 这个在摸 你摸到这 刚才我说 女童子她有乳房 乳房的话 相对来说 她波动不太明显 因为乳房 她比较丰满 男童子 她仍瘦瘦的 这一看 她的心肩的波动点 那么心肩的 这个波动啊 主要反映了 这个中纪的 这个盈亏的情况 这是我们说到了 这个 按虚理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按 胸 就是我们说 来看一下 按的胸部 我们来按 按胸部 按胸部的话 胸腔里边 刚才说 实际上是 按胸里边的 按胸中的 某一个部位 就是某一个点 某一个点呢 按的是 虚理鞋 那么说 还有我们说 要按这个胸部的 按胸部里边呢 主要是了解心 除了心 刚才我们说 要了解谁呢 虚理的情况 另外了解的肺 胸膜和乳房 就是我们胸腔里边 主要是心和肺了 除了有心肺之外呢 还有谁呢 还有注意一下 有胸膜腔 就是还有胸膜 另外呢 我们说 还有乳房 这些情况 它的这些病变 胸部的这个按摺 患者大多数是 采用的是坐位 或者说患者 不能坐的话 那可以采用啥呢 可以采用娘卧位 可以采用娘卧位 那么 首先呢 我们说呢 对于胸部的 就是胸部的这个扣枕 刚才我们说 在这里不是介绍了啥呢 有此此扣 像胸部的这个扣枕 像我这说 我这扣 这扣呢 你看胸间的这个部位 这块的部位呢 你一听就是一个啥呢 稍微有点拙 越往下扣 就是我们越往下扣呢 那么它的音就相对来说 就是轻 就是在这里边呢 我们是要了解 来扣它的这个轻音 就要听到肺部轻 如果说肺部有肿瘤了 或者说肺部有肺结核了 或者说有腥胞肌液了 或者说有导致了肺部的一些疾病 假如说肺气肿 你扣它的音呢 就是什么呢 叫做过筋音等等 这些呢 可以反映出一些肺部的一些疾病 所以如果说呢 我们说扣枕的话 像胸部有一些人 那个健美运动员 讲的胸肌特别发达 这时候它的扣的音呢 相对来说要要浊一点 如果说送人的话 扣的音呢 就是采用 刚才我们举例的 采用 采用直指扣 采用直指扣 那么音呢 是不一样的 那么浊音和石音交界的地方 是肺的下界 像我们要扣 扣的这块 浊音 因为啥呢 你扣到肋骨这儿 那就是有浊音和石音 有浊音和石音 啥叫石音 我来跟大家取一下 比如说这块有个棱了 你看这个棱下面 比如说我要扣到这儿 你看它有的时候 音啊 是不一样的 和下面的空实程度 有一定的关系的 就是肺的下界扣的话 一般来说呢 扣到轻音和石音交界 浊音和石音交界的地方 是为肺的下界 我们讲肺由上界 肺由 这叫上界 这块是肺间在这儿 那么有肺有下界 有下界的 那么要扣它的肺 是不是大了 是不是小了 像肺萎缩的话 那肯定它下界就 下界就上提了 那么肺的下界 如果说肺的下界 肺下界下移 肺的下界下移了 下界下移的话 肯定就是肺就肿胀了 这叫个啥病呢 咱们教科书里边说到 是属于肺胀 肺胀又是啥病 肺胀的实际上指的就是 我在这儿说一下 像我们讲肺胀 肺胀的话是讲到的肺 肺的下界就下移 像我们碰到的老曼芝 叫老年性慢性直气管炎 它最后就引起来的 中医把它叫做肺胀 西医把它叫做肺气肿 当然我也想在这儿做个宣传 咱们国家为啥不让这些青少年抽烟 因为你抽烟的最终最终末阶段 是肺胀病 你想吧 你整天的烟在那儿熏着 熏着你的气管 气管下来熏着啥呢 直气管 直气管在熏着是啥呢 肺泡 肺最后出现了憋障 你叫做肺的下界 这时候下移 如果说肺的下界上移了 上移的话呢 那可以见到有啥呢 可以见到有肺胃症了 甚至我们说出现了有悬瘾了 有肺胃啊 像肺这个悬瘾啊 或者说骨胀 骨胀是啥病呢 肚子里边有水了 有的时候呢 我们说出现了一些肿瘤 那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见到有肺的下界 它出现的是上移 肺的下界是上移了 如果说呢 前胸 前胸一下都高吐起来 我们是前面在讲过 正常人的这个胸腔啊 是前后胸的 它的比例是多少呢 是三比二 就是这块呢 在他们的比例关系上 如果说呢 你前胸和后胸的比例呢 成了一比一 那么叫做胸高气粗 这时候扣的话呢 一般来说扣的音呢 都是鼓音 你要扣它 都是一种鼓音 而且呢 它的音性呢 是比较清晰的 那属于肺气雍质 有的时候 人现在常说到 是啥病呢 气胸 或者说叫肺大泡 现在肺大泡 这个病也很多的 我们在临床碰到 肺大泡病 就是由于啥呢 呼吸到咳嗽 咳嗽用力不大 以后引起来的肺大泡 这时候扣它的音呢 相对来说的话 扣成了是鼓音 有肺大泡的病 还可以出现是啥病呢 如果说扣它的音 是着音 而且又胸疼 扣音是着音 刚才我说 那是轻音 扣的音是着音 那么又有胸疼 小心有 引停胸斜 中医在这说到了 引停胸斜啊 我们临床比较见得多的 像森出性胸膜炎 终于把它叫做引停胸斜 或者刚才说 由于肺脑损伤 啥叫肺脑损伤呢 像肺结核 像这些呢 都可以导致的 这个肺的音呢 是灼音 就是引停胸斜呀 像这个肺脑呀 比如我们说 讲到的肺的肿瘤呀 那么这时候检查他的 这个扣他的音呢 大多数都是一种啥音呢 大多数都是一种着音 而可以扣出来是着音的 这个都伴随着有疼 病人有胸疼的这个现象 我记得我认识一个同志老师 放假的时候 放假的时候 他去健身去了 健身去了以后呢 就在那扒一个杠子 扒了一个杠子以后呢 这一千拉 一千拉以后 拉的是啥呢 拉的这块胸肌呀 和后背的肌肉的疼 因为他是学医的一个老师 就立马赶快到医院检查 检查了以后 就查出这个伤的肺癌 后来没有多长时间 因为这个老师 我们在一起 常在一起工作 哎呀 你下一节课 课下了以后 他去忙着就干啥呢 下一节课要抽两根烟 有的时候一个课间活动 一个课间只有十分钟嘛 他就要抽一根到两根烟 那个烟瘾还是比较大的 就是有 还有一个我想说的 出现的千拉性的这个疼痛 再说一点 由于这个各种的原因吧 可以 也有人说和空气的污染呀 你像最近还讲到啥呢 垃圾的分类 尤其是在塑料 焚烧的时候 放出来的气体 叫个二什么 那个致癌力特别的这个强 所以我们说这个肺癌发病率高呢 和环境的污染呀抽烟呀等等的 都有密切的关系的 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灼音 也可以见到像临床我们碰到的肺胸 叫做化弄性的肺弄痒呢 这都是灼音的 如果说胸部有压疼 胸部有压疼 胸部你压着它疼 再看它的唇 口唇呢 就是出现了局部性的 就口唇呀出现一些轻子肿胀 口唇轻子肿胀 或者说胸部这个局部出现了轻子肿胀 还有一种叫做外伤 就是外伤呢像一些肋骨骨折 我也碰到一个病人 那也是老人呢上楼梯 可能一脚没有踩好 没有踩好以后呢就摔下去了 摔下去以后呢 断了三根肋骨 哎呀它就是胸疼的不行 就是一个胸疼 胸疼以后呢到了医院 但现在医院的检查设备特别高了 那做一个啥呢 做一个检查 这一检查以后查出来 做了CT检查查出来 是三根肋骨骨折 那就要进行让它进行休息 带个啥呢 带个带子把它固定起来 这是我们讲到了肺的 大家要注意一下 有个上戒和一个下戒 注意它的阴 要注意它的咳嗽的 或者我们扣枕的 刚才说错了 是扣枕的 它的阴 是清亮的 还是啥呢 是灼的 还是实的 这一些 按胸部 按胸部里边呢 还有一个情况 我们还有这个胸部 主要是刚才说扣这个肺的情况 了解肺的情况 再下来呢就是乳房 就是乳房 对于乳房呢 我们也是进行这个按诊的 就是正常的情况下 按诊的乳房 我想跟 如果下面有这个听众 是女性 女性通过我这个讲课呀 我希望大家 刚才我们说像这个 按胸部 人家现在高级的 X光线 就是说X线检查 我们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 有一些病都能查出来 现在这个乳腺癌呀 发病率实在增高 所以我们都要教女性 要会自查 所谓的自查呢 就是我们的手 你摸摸你的乳房 它的乳房都是成 这个有一种 这个很柔韧性的 肢地很均匀的 就是肢地一般来说是均匀的 没有触痛的 这个比较柔润的 有颗粒感的 那么这是我们讲到的 正常的乳房的局部的按压 如果说呢 乳房的局部按压 这个疼痛 乳房局部按压疼痛 可以见到啥病呢 它可以见到有乳庸 我们来看一下乳房的情况 有乳庸 有乳庸病 什么叫乳庸病呢 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 所谓的乳庸就是 这个产妇在哺乳期 而引起来的 急性化农性疾病 急性化农性 急性化农性感染性疾病 我们把它叫做乳庸 也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 这个庸啊 发生在哪呢 发生在乳房 但是它必须有一个条件 是在什么阶段呢 是在妇女分娩之后 尤其是在 在这个常说到 坐月子的时候 那么头一胎 你在哺乳的时候呢 乃至流通不差 或者说乃下的不好 乳质淤积到那 乳质淤积在那 加上感染 就容易导致乳庸 那我想说一下呢 这个乳庸病呢 还现在呢 产妇呢 还比较多 不知道咋怪 还特别的多 可能和饮食习惯 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产妇啊 送完小孩以后呢 因为这一代人呀 大多数是 以独僧子女的 现在人呢 比较多了 所以说呢 这个可能吃得好 吃得好 反而导致乳之淤积 还容易导致乳中 所以我想给大家说 有一个著名的方子 在这里说一下 这个方子叫 五味消毒液 五味消毒液呢 是五个药所造成 所构成的 它有 金银花 莲鞘 蒲公英 有 地丁 注意一下 这主要用的是 野菊花 由这所五个药所构成的 五味消毒液 所以我们说呢 如果说残腹以后呢 乳制的不畅 你可以 可以实现的 把这个方子用上 为了加强它的通的作用 往往呢 我在临床还加一点 造甲刺 如果说浓成了 加一点 造甲刺等等 或者说加一点 陆陆通 给它 甚至还能通通乳 像可以加上一些药 来进行治疗 这是我们说到的 这个乳用 因为乳用呢 对于产妇啊 是常见的一个级别 此外呢 还有一个病叫乳发 乳发呢 它是不在哺乳期 这一个发病的 这个时间段不一样 乳用呢 是在哺乳期 乳发呢 它是不在这个哺乳期 而出现了乳房 出现了这个 红肿痛热 而且呢 红肿痛热以后 亏后大片的皮肉腐烂 皮和肉腐烂 腐烂以后呢 严重的话 腐烂出现了坏死了 主要的原因呢 是属于热毒内功 而表现出来的 它是一种 急性化农性的 也是一种急性化农性的 这个乳房疾病 鉴于啥呢 西医把它称之为 乳房蜂窝脂炎 就是乳房蜂窝脂炎 或者说叫乳房坏死了 但是呢 不是乳相 乳这个乳癌 是在于感染而引起来的 这是有一个病叫乳发病 还有一个病呢 叫乳 乳菊病 这个乳菊呢 乳菊呢 也是的是乳腺 注意一下 是乳腺呀 生部的化农性感染 就在它的乳房里面 生部的这种化农性感染 化农性感染以后呢 导致的疾病 那肯定有浓水流出 但是它和乳庸和乳发来比的话呢 这两种病呢 用阴阳来化分 它们是属于阳 而乳菊的话呢 它是属于阴症 这乳菊啊 它属于一个阴症的 中医它认为呢 都是属于 肝气味热雍结 就是肝气味热雍菊 而导致的这些乳房的疾病 这是讲到的 上次讲到的 这个乳房的这一些感染性疾患 一个是在于 哺乳期 下面呢 也可能是不在哺乳期 而出现的这个乳房的一些感染 但是相对来说呢 在哺乳期而引起来的乳庸的 这个病呢 比较多见一点 那么再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乳房啊 肿块要注意它的宿目 就是发现乳内 乳房内有这个肿块的时候 要注意它的宿目的 宿目的多少 它的病变的这个部位 大小外形 你比如说外形 你这个乳头都有塌陷 乳头都有浓性分泌物出来了 那么乳房的这块皮肤 像橘子皮一样 那都乳腺癌了呀 都癌变了呀 所以要注意这些 要仔细的看 看它压它 看压它疼不疼 然后呢 再来一个啥呢 看它活动度 再来一聊 现在人 尤其是我们在临床 现在很多一些女孩来找 你看 大夫呀 我是不是得了乳腺癌了 我有时候在那里说 哪有那么多的乳腺癌 你摸一下淋巴结嘛 看你的双叶下淋巴结大不大 如果说双叶下淋巴结不大的话 那就不是 不是啥呢 不是这个乳腺癌 所以对于乳房的这些结块里边 我们常见到的疾病 有哪一些疾病呢 有 我在这写一下 常见的病有乳癖 乳癖呢 就是我们常说到的 乳腺癌松松 实际上就是 这个乳腺松松的 那说有人不学医 他咋知道这是乳腺松松的 一般来说乳腺松松的这个病人啊 他往往的是在筋前 乳房脏 哎呀 乳房憋脏憋脏 就疼得很 就是说他乳房憋脏 一般来说是在外 外 外上向腺 乳房的憋脏疼 往往呢 和月经 有一定的关系 就 也叫做乳腺 这个乳腺 囊性增生 这是属于 这个 乳 乳癖了 所以乳癖的话呢 大小的肿块 边界是很清楚的 边界清楚 肢体不腻 活动度特好 伴有疼痛 而且呢 他的发病 是比较缓慢 都和月经有关 我们把它叫做乳癖 现在还有一种病呢 叫乳核 中医把它叫乳核 西医把它叫啥呢 乳腺纤维流 乳腺纤维流 它的这个特点呀 它的这个特点呢 就是 这个乳房啊 像一个鸡蛋大的 真的像那个鸡蛋大的一个 暖形的 宁结的包块 边界清楚的 边界是清楚 和乳腺纤维流 是相同 边界清楚 表面光滑 暗自活动 但有一个特点呢 它的活动呢 推自活动 而不疼 也有的是疼的 那么这是乳腺纤维流 乳腺纤维流啊 我们现在在临床呢 到主张的 一般来说 还是要做手术的 吃中药效果比较好 尤其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乳皮 吃中药效果也很好 如果说大家呢 有兴趣 后面还想听我的话呢 听我的课的话呢 我会给你讲出 有一个著名的方子 叫削皮汤 这是治疗乳腺 这是治疗乳腺 增松的 一个著名的方子 另外呢 我们在后面讲 还有一个著名的方子 叫做贝鲁逍遥散 贝鲁逍遥散呢 也是治疗乳腺松松效果 实际上呢 治疗乳腺松松效果比较好的 贝鲁 不管是贝鲁逍遥散也罢 或者这两个方子 都可以来治疗乳盒的 治疗乳盒呢 就是相对来说 治疗乳盒的话 我们要加上一些化痰软肩 散结的药要多一点的 像海藻呀 昆布呀 像菊盒呀 荔枝盒呀 等等这些药 我们稍微要偏多一点 因为它疼痛的话 我们再加上一些止疼药 这是我们常说到的 这个乳盒 还可以出现一个病的 叫乳劳 这个乳劳呀 就是指的 这个乳房而引起来的 这个结核病 你看这个结核呀 它随着血液的循环 它到哪儿都能可以见到 但是乳劳的这个病的表现特点 乳房有结块 像一个梅里一样 也是一个结块 但是变严 结核病 它变严不清楚 皮肉相连 病情相对来说 发展缓慢 日久以后呢 出现溃破 那要考虑到有乳盒的 叫做乳劳 再还有一个病 就现在大家常说到的 胎癌色变 乳癌 乳癌 乳癌的它的临肠表现的特点是 乳房肿块是宁 质地是宁的 形状不规则 直地宁形状而不规则 高低不平 高高低低你摸着不是个很圆滑的 高低不平 不平 另外呢边界不清 还有一句话 液窝多能扣及到 就是能够干啥呢 我们能够摸到啥呢 肿化 液下 这说明这时候 实际上是说明啊 乳腺癌已经淋巴转积了 你到那摸一下它的绝块 另外呢有时候常说你叫病人就是这样子 我们有次叫病人呢 这样子进行签拉 你看你这哥基窝这块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 肿化 就是签拉 还严重的话呢就可以出现啥呢 乳房有血性的分泌物出来了 这也叫做这个乳腺癌 但是我们刚才说的 实际上乳核呀 乳核导致乳腺癌的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只是相对 据我们是临床观察呢 比较多一点 但是呢 有乳脾导致的这个乳腺癌的相对来说 概率呢 要比乳核的概率呢 要低 所以我们但是在治疗的过程中呢 你现在诊断清楚了 那么乳脾 乳核 乳癌 我们大家也会辨认清楚的 那么来整个辨认呢 我们再来跟大家说 乳房这儿呀 以乳头这块为终点 那么画一个十字架 一般来说的话 相对来说在外上上线的比较多 刚才我们说讲到了这个暗沉 你要由下面足膜的进行按 手指头在这推 要手指头要在那推 推了以后呢 上下的推画 看它的肿块是不是移动的 如果说是这个移动的和皮肤呢 这一些呢不发生粘连 一般来说是良性肿瘤 你像这个乳脾呀 乳盒呀 甚至我们说乳牢呀 这些呢都叫做良性肿瘤 那么进步发展 可以导致成恶性的肿瘤 但是这种疾病的产生 我想在这说一下 一般的来说都和 和肝气瘤结有关系 所以我们说呢 要苏肝解瘤 如果有广大的妇女童子 我想强调一下心情要愉快一点 你心情愉快了 相对的来说呢 那么得这种病的话呢 概率呢要大大的降低 大大的要降低的 这是我们说按针里边 主要的我们说来按一下这个乳房 实际上我觉得 按针里边 实际上对我们临床比较有用呢 就是这个乳房的情况 再下来呢 就是我们说来按一下斜部 看按胸部 按胸部里边呢 我着重的是介绍了按这个乳房 斜部呢 你现在按啥呢 主要是斜部呀 它是位居的器官脏腑来说的话呢 那么肝胆位居于 这个肝胆是位居在右斜 而且肝胆的经脉呢 分布在这个两斜 所以说医生啊 来按这个肝胆的话呢 主要的是了解肝胆的这个疾病 了解肝胆的疾病呢 我说肝胆的疾病 我跟大家在这里呢 我来跟大家呢 简单的做个介绍 我们常见到的肝胆疾病 包括了 像讲到的西医所说到的 肝胆的疾病 包括了有病毒性肝炎 有脂肪肝 像胆囊炎 胆结石 那么肝炎里边呢 有甲肝 乙肝 饼肝 丁肝 和五肝 有这几种的这个肝病 这是我们说 就是常见到的 按斜部 常见到的肝胆的疾病呢 我们要考虑到有这些疾病了 按部位的话呢 按斜 按斜部的部位的 它的位置 坐位 或者说 两卧位 侧卧位 都可以的 包括斜了和边缘下的这个部位 除了按胸侧的这个 胸侧的腋下的部位呢 称弓形的 进行按压 扣机等等 按这个种 按斜了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的 我们大家这是要注意的 有包块 有没有 有没有大小 它的形态 因为肝胆位居在右斜 它的下眼 正常的我们说肝胆 在它的右斜下 一般来说是摸不到的 注意一下 如果你说你真的 你把人家肝胀给摸到了 你把人家胆囊摸到了 那说明他都有病了 小孩的肝和胆呢 是有些人说 小孩的肝胆是 因为小孩他没有发育好 他的肝胆 这是很大 你能摸到 而且摸到它 它是比较柔软的 摸着是比较柔软的 那么对于肝的这个病变里边呢 如果说邪恶疼痛 我这来简单说 出现的一些邪恶疼痛 我们说的胺子比较空虚无力的 有肝虚症 有肝的虚症 这里边讲到是肝 如果说邪恶 邪下肿化 刺疼 那么又是属于啥呢 有血瘀的 有血瘀 比如我们说像的一些 肝腻化的病人 肝腻化的病人的话 瘀血 你按照它呢 它是一种这个刺疼 另外咱们说书上又讲到了 有肝啥症呢 有肝柱 肝柱 什么叫做这个 所谓的讲到的这个肝柱呢 肝柱就是讲到的 慢迁肝 慢迁肝 或者说慢性肝炎 慢迁肝 慢活肝 中医把它叫肝柱 所以刚才 这不知道大家能记住吗 就是肝部的病变 以肝炎 以胆囊炎 脂肪肝 肝定化 这些病人比较多 尤其是我们说讲到 脐部的像一些肝炎的病人比较多 肝炎呢 有甲肝 乙肝 丁肝 饼肝和物肝 甲肝的话 一般我们说叫做黄乃性肝炎 现在呢 前二十多年前 咱们国家的乙肝比较多 现在你看二三十岁人出生的 相对来说肝炎的发病率大大的下降 大大的下降的最主要的原因呢 我们给这些出生的孩子们都打了啥呢 乙肝疫苗 打了乙肝疫苗以后呢 那么乙肝的发病率现在是在下降 但是由于输血或者说输液等等 甚至有的人说看牙 我认为和看牙等等了吧 这些关系 咱们国家的饼肝现在发病率高 是饼肝 那么像这个甲肝 我想在说甲肝一般来说 预护都比较好的 像我们这叫做黄乃性肝炎 甲肝呢 像南方人多见 像吃一些海鲜啊等等这些 容易引起甲肝 乙肝的话呢 现在打了疫苗刚才说 发病率少了 还有的 所以说呢 它可以最终导致有啥呢 有慢牵肝和慢活肝 就是说 那么它最终导致啥呢 最终导致的是肝硬化 饼肝呀 容易导致肝癌 我们想跟大家说一下 所以说呢 在外边吃饭 一定要注意个人卫生 所以说不要在外边的餐馆里边有饭 你就在那 当然说餐馆呢 那良性的老板 他消毒的器械都很好 那如果说没有良性呢 他为了省钱的 有一些人啊 这个消毒器械都不好 有的人就这样子很冤枉的感染上了 还有刚才说 有些人是看牙去 看牙去以后呢 那并不是说看牙的器械发生了 你牙齿有病 你只要血管破裂 因为甲肝病毒和乙肝病毒呀 这些病毒呢 在空气中 我们生活当中是很多的 有的时候呢 必须要是接触性传染 所以说有的人说 我没有接触 我咋燃上了这些肝炎 那有的时候你口腔溃疡啊 或者说你拔牙呀 或者有其他 这种病毒通过你的细小的血管 进入到人体 那么引起来的这些疾病 所以说有什么肝虚呀 血瘀呀 或者说叫做肝柱呀 肝肌呀 所以咱们这书上说到的 这个书上说到的像肝疾病 肝疾病就是指的肝硬化 肝硬化呢 我们说正常的 我刚才少说 正常的我摸这个肝脏 我们说是右手 这个右手 一般来说是右手 拖着它呢 拖着我们这个腰 左手呢 左手拖着腰 右手来进行 让病人进行深呼吸 我们这样子 一步一步的往前进 在这推着 你摸它的 这个肝脏的情况呢 正常的 我们说肝炎的病人 我跟大家说一样 肝炎的病人 你要摸到它 摸到它的话呢 是嘴唇 就跟你的嘴唇的软性都一样 如果说发生肝炎了 那就跟鼻头 跟您的鼻子的 鼻尖这个硬度一样 如果说发生了肝硬化的 就跟您脑门这个硬度一样 所以我们说呢 在触摸的过程 这就反映出是炎症了 还是肝硬化了 还是肝硬化呢 可以通过我们手底下呢 就能 过去呢 有些 不管是中医大夫 西医大夫 临床经验多 把它一摸就摸出来 但是我们现在检查设备 一查就查出来 你做个B超一查 所以有这个肝肌 所以再下来 我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肝癌了 所以肝癌呢 我刚才在介绍的过程中呢 那个饼干呀 导致肝癌的发病率呢 还是比较高的 咱们国家 咱们国家 是全世界 肝癌高发地区 就是高发的一个国家 就是咱们国家相对 因为为啥呢 咱们国家的这个肝炎病呢 相对来说呢 是比较多的 肝炎病呢 有的呢 治疗呢 它是个免疫性疾病 有的人治疗 治疗人家就好 有人不治疗也好 有人紧之慢之呢 他就病情加重 最后导致的是这种肝癌了 所以我还是想跟大家 普及一下个人卫生知识 在外头不要乱吃饭 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卫生 但是究竟是啥呢 这个也说不清楚 也有一些肝癌的病人呢 像喝酒 就是酗酒太多了 我碰见我一个亲戚 我有一个亲戚的人 就是特别的能喝酒 由于他的工作性质的问题 也有人经常请他喝酒 结果呢 喝的就是喝了最后肝炎 肝炎以后就肝癌 肝癌以后呢 还好单位 他个人情况还好 换了一个肝癌 换了一个肝呢 由于这个是在大城市 确实在大城市 病人重活了七年 病人呢 换了肝以后 重活七年 应该说是一个成功的一个案例 但是这个人呢 是换了一个年轻小伙子的一个肝癌 他本人呢 当时是五十多岁 换了一个年轻小伙子的肝癌 病人活了七年 最后还是病人走了 所以我也想再说到这 像有的人一天忙这个忙那个 千万注意个人卫生 不要赶上这些疾病 到了有这个病 你再有钱 也没有办法 你像我们说富标 富标呢 就是一个肝癌 在天津患了肝癌 患了两次肝 最后呢 也没有把它留住 所以说这个肝癌呢 一线癌称之为 号称为 癌王 仅次一下来的就是一个肝癌了 咱们国家发病率比较高的 所以为了防止这个病呢 我想在这里边再说一下 小孩一出生 一定要记住打乙干疫苗 打了乙干疫苗以后呢 两年以后再监测 看它是不是产生抗体 如果说呢 没有产生抗体的话呢 我们再给它再加强 如果有产生抗体以后呢 过上半年一年以后再查 他看它抗体是不是消失 如果消失以后赶快就打这个加强症 因为上呢 有一些肝癌病人呢 实在实实在在 是不自觉 你拿那个水杯啊 他就 你喝他也喝 我都碰到 因为我家里人也有肝癌的病 你在那吃饭 他也吃饭 他的碗筷 他也跟你在一块染 所以说就很容易 导致这种交叉性的感染 在咱们国家有一些地区里边 一个家族里边 一个家族里边的 得这个肝癌 肝癌最后导致啥呢 肝癌最后导致干净化 也有人说像肝癌是一个贫穷国家 患病率就高 所以可能还是和这个知识的普及啊 不太好 我给我的学生老三 你们出去吃饭一定带上自己碗筷 如果说没有办法的话 最好不要在外边吃饭 这是我说到了这个案 那么 下来呢 肝癌以后还有个胆囊 胆囊炎 或者说胆结石 我们中医把它叫做胆石 或者说肝壮 前一天我还碰见一个病 给我打电话 说呀 我这现在医院查出来了 是胆囊结石 胆囊结石 有后那你吃点中药 然后我给他开了个西药 症状得到了缓解 所以说大家说得病了以后 才知道呀 我得了这个病 因为他医学知识的缺乏 那么引起胆结石 这可能和我们的中医的知识 不太很密切相关吧 胆结石的病人呀 这形成的大多数都有十年以上的病史 所以我们老祖宗 给小孩呢 要提倡他的饮食习惯 早上吃的是皇帝餐 咱们不是老讲的养生 早上要吃好 早上吃好的主要原因 你早上一吃好吃一些蛋白质呀 吃一些肉呀 吃一些鸡蛋 你的胆囊括叶剂就开开 胆囊括叶剂开开以后 胆囊就是门一开开 把胆质呢就分泌下去 如果你早上不吃饭 你早上不吃饭 你胆囊括叶剂的 这时候的分泌胆质的 它的流量不是很足的 那么这是不流量 沉淀的昨天的这个胆质 那么它浓缩 和今天在它 因为胆质它不停地分泌的 那么新的进来的胆质 和昨天浓缩的胆质 它就形成像鸡尾酒一样的 一层一层 最终形成啥呢 石头 石头越滚越大 形成啥呢 形成胆结石 所以说据医学数据的一些统计 得胆结石的病人 往往的大多数都是 早上不吃早餐 或者说早上没有吃牛奶鸡蛋 吃肉有一定的关系了 所以我们说像现在人们生活条件好了 早上呢要吃一个鸡蛋呀 喝点牛奶呀 那么促进我们的胆质的分泌 以免发生 我想说以免发生胆结石的形成 那么现在也就是讲到胆结石 像胆管结石呀 结石呢又容易导致啥呢 结石也容易导致 咱们国家最近的胆管癌发病率高 和你胆囊炎和胆结石有一定的关系了 就是说哪一块呢 在你的右上斜 那么这块胆囊闭着进行 深呼吸进行按压 有疼痛的话 我们说把它叫做这个 可能是胆囊有病变了 如果说呢像其他的 像还讲到的咱们书上还介绍 有虐母 啥叫虐母 由于虐疾而引起来的干疲肿胎 这个我道歉呢 像临床 我们有一些同学呢 我们那个时候支援的这个非洲 从非洲回家 那个时候到支援非洲 咱们国家的医疗队 从非洲回来以后呢 可能能挣一笔钱 但很多人都感染了虐疾病 虐疾病时间较长长 可以导致肝硬化的 这是我们就是 这些呢都是通过触摸的方法 触摸呀按呀 等等这些方法 了解这个胸斜的情况 那么这一节课 我就跟大家先讲到这 下面我们还有按针的 要按什么呢 按这个顽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